五月天神君将近二十年 团圆除了创作和表演之外 其实个个都深藏不露 像是吉他手石头 不止已经出了两本书 还很会游泳和烤面包 最厉害的是 作词作曲都会的石头 唱起歌来 竟然还有几分神似 情歌王子张信哲 五月天的演唱会上 最大的焦点总是阿信 不过您知道吗 吉他手石头 不只弹起吉他超迷人 唱功也是一流 用一生怀念句真心的承诺 用一世怀念会永远温柔 苦苦追求 迟迟的梦 为电影主题曲写词谱曲 还亲自现唱 而这一场让粉丝惊艳 还有人开玩笑说 以后如果阿信感冒了 干脆就让石头带打 没有没有 我觉得对 我希望我之后 还是好好弹吉他就好 对 弹吉他 对 比较没有体力上 然后就是健康上面的考量 被夸歌声神似张信哲 石头直呼不敢当 不过他的专长可不仅仅于此 写作摄影都是他的兴趣 而且石头还很会烤面包 最拿手的啤酒面包 也获得桃子的好评 吃下去有他的那个面的Q度 多才多艺的石头 把生活的点滴集结成侧 写下十个末日备忘录 和大家分享 每一个小愿望 都是和自己的约定 翻开这本书 你会看到这个外表粗犷的吉他手 最温柔的内心 记者林正坚周婷宇 台北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